彰化县这个确诊数有10亿人 其中有两个是昨天公布的耳机 一个是我们在河北地区的一个老师 那所以说今天我们在河北地区这个学校 就做预防性的停课 另外的九个案例就在这边 那最主要是之前进香团 那这一团总共有501个人 在彰化县境内就有90个人 那90个人做裁剪下去 发现到进香有8个人加一个眷属 总共有9个人确诊 那这些人的发病大概都在参加这个进香团的第二天开始就有人发病 他们彼此都认识 所以整个匡列起来 他们在这个进香活动里面 可能就是同一台车都是第五车 唱卡拉OK啦 然后用餐的时候很多人都同桌 所以可能是这样有人先感染 然后扩散到其他人 那橄榄员也要等全部的人都採检之后才去做研判 这个就有赖当地的卫生区大家再来工作再来了解 这个是一个在学校任教的老师 那主要是在4月8号到11号他有台北的社交活动 他在这个13号的时候喉咙痛 14号PC要去採检阳性 CD值大概是15到16左右 他回来从台北回来之后这几天 可传染型也有在学校在任教 另外主要是在学校的一个行政休息的办公室里面 中午在那边会休息 可能有吃便当又补餐的餐饮活动 所以同一个这个办公室里面有15名的教职员工 昨天就都採检多阴性了 那这种教室通常不是属于很必必的空间 这种风险感染的风险其实都很有限 加上学生也都有打疗疾的疫苗 所以这个就用健康监测的方式 有症状再来做採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